所以 只要等严重消了 就快动手术 多久 乐观估计三到四周 太好了 有希望就好 我 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我 为什么 我到今天才明白 关心者乱 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一百八 我简直无法思考 我 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 一想到我就 头皮发了 你越是懂得 就越觉得害怕 我真不知道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真不知道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没有 我不会 在废面的时候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过来的 美着 多远 我 都将过来的 我 在废面前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终于 干的这点龌龊事 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甜蜜 我老婆孩子 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 但是不对啊 但是 没有聂东远这一出 就没我老婆孩子呀 那怎么 我 我还想感谢他一下啊 这些年你也挺不容易的 哎呀 君哥 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哎呀 哎 君哥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我没想到 我 哎 不说 不说了 没没 不说了 我知道 我这个 这个爹当的呀 不打底 真不打底 但是平静呢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拿他当自己孩子养的啊 哥哥今天跟你们 说句心里话 人呐 哎 你可以没有钱 但是如果你太没钱了嘛 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 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骨 你不知道 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 我心里凹头 真凹头 没办法啊 我也想要过好日子 我也想过好日子 没本事啊 以前 你也不说 今天听君哥讲 才知道 你说这些年 你们是怎么拗过来的 平平怎么样了 现在好点了 现在好点了 但医生说 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 血氧波动太大 对手术不利 你 君哥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我 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 旅人什么都看见了 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 都啪啪啪 挺高兴的 我不明白聂通选是怎么 安疆仇报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君哥 今天他来的爱在 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 这孩子从出生起 就叫孙平 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 将来等他成年了 还是叫孙平 这点永远不会变 能尝尝吧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 我怀孕了 真的 多长时间了 刚 刚六周 都六周了 她知道吗 你怎么不跟她说呀 我们店不是刚开吗 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 我就觉得 你听我的 这些都不是事 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 她是个生命 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 这孩子你一定得要 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 没有 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 真的 真的